好 持续带你来关注跟台湾建交将近20年的圣多美普林西比 宣布跟台湾正式分手 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回应 称赞圣多美普林西比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支持一个中国 这也被外界解读说 这一切很可能都是陆方在背后操作的 因为先前的川菜通话呢 就已经引发了大陆不满 加上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中美洲的英杰专案 很可能又要过境美国 这都成为了陆方展开行动的刀火线 我想这时间点的确是很敏感没有错 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宣告分手 时间点到底多敏感 前一天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的英杰专案才刚公布 对是否过境美国 虽然我方还刻意闭谈 结果事隔不到一天就传出圣国断交消息 外界就猜测恐怕和陆方脱不了关系 我们不能排除对岸的压力 因为两岸关系之间产生了这样子 零和的一个竞争 所以让这些国家有机可乘 如果说中国大陆要对我们做一些阻撓的话 我们是不是只有两手一摊 根本无力抵挡 国民党立委直言胜国断交 很可能就是陆方发出的警告 但也有人认为这其实是先前蔡英文和美国总统 当选人川普的川菜通话 效应持续延烧 与其说是打脸台湾还不是对所谓川普 对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打脸 换句话说他针对的大概一方面是针对台湾 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 很显然是要去挑战川普 那时候所说的一个中国是可以被讨论 或可以谈判的东西 中国一直用胜国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一直要逼迫台湾不敢大步向前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不论是对台还是对美 陆方市井意味浓厚 加上两岸关系降至冰点 外界也担心陆方动作频频 接下来会不会出现骨牌效应 造成我方与邦交国的雪崩式外交 在美中台一三角习题尚未明朗的此刻 陆方透过外交手段步步进逼 也成为蔡英文政府棘手难题 欢迎新闻林继桑黄云亭台北报道 总统蔡英文下个月就要出访中美洲了 但现在却传出邦交国之一的盛多美普林西比 决定跟台湾断交 转而跟中国大陆建交 对此外交部长李大为出面召开了记者会 证实了这项消息 他更对外透露了断交的主因 就是因为盛多美普林西比对我方狮子大开口 要求金元 外传着金额高达的新台币62亿 不过李大为倒是不愿意透露具体的金额 只说的确是个天文数字 并且谴责盛多美普林西比罔顾两国将近20年的邦交情谊 试图游走于两岸之间 520蔡英文总统就任典礼上 盛多美普林西比官员前来祝贺 如今宣布和我方断交 但其实双方会走到这一步 似乎早有即可循 前总统马英九任内亲自会面驻华大使 还屡屡表达双方建交关系 但2014年执行盛宏专案时 马英九到访盛多美普林西比 却因盛国总统迟到 让专机只能在空中盘旋敢等待 当时双方关系不稳定的消息经常传出 如今结束19年的邦交情谊 主因是今年7月刚当选的新总统卡瓦刘 选择金元外交 邀我方拒绝后转投中国大陆怀抱 因为总统的普林西比 事实上他跟中国大陆跟台湾 是两次建交两次断交 所以中间这种邦交本来 就是看哪边的这个金元外交钱花得多 前总统马英九 事实上在外交修兵的这个过程中 也许暂时稳住了邦交 但底下的营优并没有因此而消除 深多美普林西比位于西非 人口仅十多万 国民所得也才1670美元 折合台币约5万多元 现在断交后 我国非洲友邦也只剩下 史瓦季兰跟布吉纳法索 全部邦交国也从22个变成21个 欢迎讯上来我们普通家横台北报道 MING PAWEB